选一个认为最好看的围裙,测你婚后是欢乐多还是痛苦多,A,B,C,D,测试结果,A,选择这款围裙,各占一半,你是一个很简单平凡的人,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,但却是那样真诚,你的真诚容易感动到别人,有的能力救泥香,有的很容易厌眩,而你属于中间内这种,不温不火,和看似平淡的日子。 你其实遇寒危机,让生活多一点激情吧,时事能不能找回初恋的感觉,能跟你们婚姻走得更远,B,选择这款围裙,你婚礼欢乐多,你性格沉稳大气,总能在关键时刻给男人足够的面子,在婚姻中,你是男人的嫌内住,在很多时候能够力挽狂澜,给家庭经济一定的支撑,你的另一半活泼开朗, 你们的性格互补,婚姻融洽,C,选择这款围裙,婚姻会令你繁身成闲鱼,你似乎不太懂得选择婚业,尽管没有必要去选择一个,享有荣华富贵的豪门死地, 但你至少要看清楚,你选择的人是不是真的有上谨心,是不是真的值得你托付终生,倘若他只是每天糊里糊涂只知道享乐,那婚后恐怕你就不但要在家世上独操些心,还很可能被他拖累,事业上也一塌糊涂,B,选择这款围裙, 你在婚姻中承受的痛苦较多,你们的婚姻是冲动的产物,结婚的时候对另一半的想象颇为美好,一旦真的生活在一起,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事,慢慢的对方的缺点就会暴露出来, 而你们有总是看到对方的缺点,久而久之,两人之间的嫌隙和误会很多,你感觉对方理解不了自己,也很难沟通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